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天運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把按下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個 這個就是英雄勇將 其實未來幾個月 都會不停有新的商品出 英雄勇將 今次就是超人歐布 這兩隻分別就是 歐布歐利吉 即是Origin 這邊就是Origin the First 就是Origin the First 他們分別登場在電視正傳 和亞馬遜配信的前傳故事裏 這邊就是紅海超人歐布的真正姿態 這邊就是紅海首次得到超人的力量 第一次做任務的時候的姿態 好了 故事先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講 首先看看包裝 看看這邊先 基本上 拿開它 基本上 前面就是這樣 大頭 英雄勇將 Orbu的logo 其實蠻帥的 旁邊就是這樣 介紹什麼是英雄勇將 後面就是特寫的樣子 就是胸口 燈 眼睛 背部 就是這樣 這邊就是這樣 這次沒有上次 例如迪加迪南未出 迪加加亞和阿古魯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造型C的介紹 今次就沒有 先看看這邊 這邊基本上都是這樣 不過這邊是正面的樣子 這邊你會看到微微側了一邊 看側邊 這邊就是這樣 後面就是這樣 也是很精神的 這邊就是這樣 你問我的話 這邊沒有了聖劍的話 總是相差一點 反而這邊就完美了 好了 不要說完美了 先開來看看 首先開完兩隻出來 好了 拆了包裝出來 就是本體和硬膠膠的 今次的硬膠膠也是硬膠膠 又是放在前面頂著它 不過 很幸運 不用硬膠膠 它們兩隻都站得穩 就這樣看的話 基本上它們兩個動作是一模一樣 始終英雄勇將這些景品 雖然它造工是漂亮 但它的成本關係 兩隻AB 要是透明色 要是不同形態 但它們的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沒有計算 今次就沒有聖劍 反而這邊就比較失色 但也是帥氣的 至於尺寸方面 可以對比加亞和阿古魯 好幸運我還沒擺倉 所以都OK的 尺寸上跟以往一樣的 但一定是Torriga高過它們 所以Torriga就算了 至於拿開Origin 在當年前傳故事的時候 遇過蒂拿高斯加亞和阿古魯 所以這樣放在一起 都勉強可以重現到當時的故事 你看這樣放得很帥 這樣拍在一起 嘩 正到不得了 放在阿古魯旁邊 放開它 這樣就放在加亞 都是十分之正 如果有蒂拿的時候 就可以放在蒂拿 不得了 那好啦 現在看完它們的樣子 近看的話 近看的話 我這隻 就沒有設定的 可以說是 可以看到透明眼 藍色水晶位也是透明的 然後有能量燈 能量燈 奧布這個比較特別 這樣圈圈 然後拉下來一點 是蠻帥的 雖然整個M7-8的超人一樣 整體都是紅色 但是呢 都是有點黑色位 所以都很帥 都有上了 而這個位置 有少少紅色的看到 不過都無雙大雅的 而旁邊也有上的 腳位呢 哎呀 骯髒東西而已 嚇死我 那就沒事啦 沒事 腳板底呢 就這樣 什麼都沒有 好啦 看完後面 嘿 喔耶 後面也是靚靚仔仔 那我這隻呢 都OK的 然後呢 咦 看看先 最關鍵的東西 今次這隻奧布呢 都是MAT IN這個越南的 不過呢 放在屁股上 就真的有些影響觀感了 其實呢 它放在腳底 寫字的話 我都覺得接受的 你放在屁股位 這些位置 就有少少尷尬了 不過呢 這隻Figure呢 都可以做到那種人體的肌肉感 你看這些肌肉位 然後呢 屁股位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這些位置呢 是好看得出那種屁股的肌肉感 而腳的肌肉感重 然後腰部也要做一些摺痕 所以其實是蠻帥的 而且呢 奧布這個最初始的形態呢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加的 它又沒有武器 它單純的肉薄箭 然後十字死光 所以做這個動作是我覺得OK的 就這樣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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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漂亮 不得了 那好啦 看完這個B色 然後看A色 然後調轉 那好啦 就是看這個Origin 看看眼睛 眼睛的話呢 都是荔牌透明眼 藍色水晶位都有做的 那我這隻的頭位呢 就沒有說有什麼花 然後是胸口位 那胸口位呢 這次Origin 又多了一些黑色的部分 所以就調轉 這裡就是紅色 然後呢 手位等等都沒有說有什麼花了 看看腳 那隻腳呢 那隻腳呢 都是正正常常 沒有什麼 這裡都不是花的 腳板底正常 後面呢 後面呢 都 背後位沒有問題 頭也沒有問題 然後呢 又做Origin 這個很獨特的背棋位 不過論這個背棋位獨特 超人銀河都更加獨特 不知道什麼時候出這個銀河呢 然後呢 對比起這隻The First 這邊這隻比較多花巧上色 就是黑色的部分 都沒有什麼問題 啊 這裡有一點點問題 膠袋底 不過都看不到的 平時 然後屁股位這裡呢 都是寫著Made in 越南 唉 那實不相瞞 我在拍這條影片之前呢 就是在拍那條一番上的影片 那我經歷完那隻新超人的Z4之後呢 基本上我的心情現在其實是一般的 哈哈 不過呢 Origin這隻呢 就反而令到我開心一點點 那好啦 給大家看看吧 那就這樣吧 動作上其實都差不多了 又是這些吧 是帥仔的 不得了不得了 低炒 這樣吧 好 給大家看看近鏡吧 好 好啦 話這麼快就開完箱了 最後講一下感想時間了 其實英雄勇長這個系列 九成就講多了一點點的 但是八成時間都是出得漂亮的嘛 那哪怕就算是Torriga那時候 他出高了呢 但是他的造工本身也是帥仔的 而今次Origin呢 就是新世紀超人裏面 第一隻出英雄勇長 未來的日子還有超人X 我希望他會快點出賣 G多或者銀河 那看回今次的話呢 正如剛才影片中介紹說 因為成本的關係呢 AB式呢 都是要相同動作的 所以來講呢 相同動作呢 除了這個動作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十字死光都ok的 因為這個戰鬥的準備動作呢 這邊Origin的話呢 沒有了聖劍 就肯是差一點點的感覺 那反而這邊呢 我覺得ok的 因為本身The First的時候 他的戰鬥Style 都是肉搏戰和十字死光 而且造型上來說 都更像超和的超人 所以來講呢 這次英雄勇長呢 就完美呈現了The First出來的 所以硬是要講 如果你說 我不夠錢 我只買AB式 但一隻的話呢 就一定要買B式了 那當然啦 你夠錢的話 當然兩隻都買完了 而且他都很便宜而已 都是百多元 但是呢 便宜還便宜 香港呢 真的不會經常都這麼多貨 好像街上一樣 那我現在這條影片拍 都已經遲了幾天了 出的日子都是幾天前 所以大家真的要買的話 很快點去出手買 如果不然的話 都不知道去哪裏才有貨 那好啦 今次這條影片呢 就到這裏了 那原本我現在的頻道呢 就已經多了這個叫Super Like 即是這個超級感激的功能 所以大家如果想課金支持我的 都可以的 那好啦 那這條影片真的就到這裏了 那最後呢 歡迎大家給like 給留言 那這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裏了 真是 拜拜 前後